看下它啦,不過其實應該慢慢各位要熟悉 4i等於1,4到13 不過13也可以用追蹤的 但是特別是追蹤的地方,可能要注意一下 這個 從A4Ctrl向下 它會跳到12啦 不過我還是建議就是說,所謂的資料正規化 所謂的正規化就是說 因為我們現在是把eSale當資料庫來使用 所以你以前使用eSale的那個方法 儘量還是比較能夠是 符合那個資料庫的結構 比如說藍就是藍,列就是列 不要有些藍裡面多插了一個東西 這樣的話會造成它判斷的錯誤 所以怎麼辦呢? 不如你就把它分開算了 平均有沒有 把它乾脆插入一個空白列算了 這樣的話來追蹤應該就不會有錯了 要不然甚至就是下面不要有那些東西啦 把它分開來 不然的話會造成你在判斷資料的時候的錯誤 那我們當然也可以怎麼樣 把剛剛的東西如果你要用追蹤的話 你可以再到後面這個有沒有 13的地方 記得改什麼?改那個Range有沒有 從哪一個儲存格向下追蹤呢? 從A4 所以呢這個我想你慢慢要熟練 這個常常用的一定要 而且打盡量不要打錯了 A4 我習慣是用點下去 然後它會自動提示 前刮鬍之後 上下左右的話 盡量用選的 我們上下左右這邊會出現了 盡量不用自己打的 因為之前最常發生的錯誤就是 X後面是L 可是很多人看起來會以為是1 所以打成X1的話 因為太多人犯一樣的錯誤了 所以特別注意 這邊盡量用選的 選的話呢它的好處是什麼? 基本上一定不會錯 然後用選的嘛 Range這邊就出來了 OK 好那就向下追蹤了 再來的話就是說 我假設說我不是用什麼呢? 輸出公式 而是我是輸出什麼? 輸出結果的話 那我可以在這邊插入一個程序 程序名稱的話叫增減體重 範圍一樣是否I等於 4到13 改成4到最下面一列的敘述 不過前提特別注意 請你把那個平均那個地方 插入一個空白列 不然的話會失敗 再來的話就是說 我們做一個邏輯判斷 不過其實邏輯判斷 我們寫的還蠻多的 剛剛寫了一堆 不過這個地方的差別是說 剛剛的邏輯判斷裡面 好像有一個0到100分有沒有 其實0分到100分 我們用over 我講過也可以用and 那個敘述就跟這個敘述一樣 不過會有個地方不一樣 就是說那個5%的敘述 那個person有沒有 那個person在VPA是保留字 所以不能用person 如果不能用person的話 那你可能要改5%的話 改成0.05就好了 0.05就OK 所以這個程序的鑽寫的話 if if什麼呢 if第一個條件是 我這個儲存格裡面的追覽 Sales I列的這一欄 如果呢 它裡面的資料呢 假如是 什麼啦 大於 我用偶來判斷 偶 大於0.05 好吧 5%改成0.05 或者是說呢 它這個裡面的值 假設是怎麼樣 小於-5% 所以拿這個來改 好了 把方向改一下 小於-5%的話 空一個rem enter兩下 然後呢 再加一個endif 有沒有else 對 有else 所以反之 反之else enter兩下 打一個endif OK 所以兩重邏輯 如果上面為true的時候呢 那我就直接在輸出 輸出到哪一個儲存格 輸出到L欄 L欄裡面的話 就幫我輸出是不標準 反之的話就標準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就補上不標準 反之的話呢 就是標準 OK 所以這邊的話呢 一樣拿這個程式來改 改這個地方 OK 好 做完了 基本上 底下的就是 它會逐個逐個去比對 輸出的話呢 就會是 不標準或標準 OK 那這個地方的話 另外一個清除 所以做完之後的話 我們會希望可以看到 總共會有 三個按鈕 按下去的話 就可以看到 就是 清除 第一個輸出裡面的公式 第二個輸出裡面最後的結果 用邏輯判斷來輸出 OK 那第三個呢 如果我希望 把VBA改成什麼呢 改成插入函數 也就是說我不是按按鈕 有沒有 我們是 所以會需要什麼 插入一個函數之後的話 這邊有使用者定義 我希望在裡面看到一個叫 增減體重函數 OK 就是 按確定之後 那我前面講過 Function一定是互動的 所以它一定會跟你要一個資料 什麼呢 追覽的東西 就是增減體重百分比 對按確定 所以請你給我增減體重百分比 那我給它了 它會什麼 Return一個結果給我 放在哪裡呢 放在儲存格上面 所以按個確定之後的話 向下填滿 這樣子的話 結果其實也是一樣 那只是說呢 我們用的流程不同 這個也是我強調 VBA兩種顯示 那 所以這邊的話呢 如果我要做出這個Function的話 一一樣到那個Visual Basic裡面 二的話呢 記得插入一個函數 叫什麼呢 增減體 插入程序裡面呢 請你使用Function 那Function裡面的話呢 就是增減體重函數 那這個名稱的話 是自己取的 你如果要用別的名稱 OK 然後呢 裡面的公式 我先把它 大概出來就是類似這樣 一個Function 一個End function 後面這個 小瓜糊裡面 預設也是空的 那我因為要跟使用者 要一個資料 要什麼呢 要增減體重百分比 所以呢 你就把增減體重百分比 這個名稱將來會秀在那個 前面的文字方塊前面 那再來就是做邏輯判斷 如果什麼呢 這個如果 所以這個其實跟 剛剛我們寫Sub還蠻像的 差別只是說呢 我本來是到 追欄裡面去抓資料來比對 那現在是從那個 增減體重百分比過來的 然後呢 其他 那輸出的話 輸出返還到 這個Function本身 就可以丟到那個儲存格裡面去 OK 那這個地方我想各位試一下 因為 跟前面我想 我們做過的地方還蠻像的 那只是說呢 可能 也許再把它改一下 改哪個地方呢 請各位改那個什麼 如果我今天是健身房的業務人員 那我希望抓出 最有可能成為我們會員的那個 他可能會是我們大戶 或者用另外一個詞叫 他應該是我們的金主 或者叫肥羊也可以啦 現在健身教練聽說薪水還不錯 那天看什麼 網路上有一個什麼叫館長 他說最高可以拿到30 一個月可以有30萬的薪水 所以他應該會不會在大處去分析上面 也下了一點功夫 比如說這些會員資料裡面 我想要知道哪一些是過胖的 過胖的話 他應該要每天藍 就像我 我可能也需要 常常要去健身房 因為現在 冬天 都下雨 所以比較藍 夏天我就比較常去健身房 可是如果說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快速的幫我做完 而且呢 最好能夠直接在過胖的那些人上面 給他塗個顏色 也許像前面講過嘛 判斷完之後呢 加個什麼 黃色的字 黃色的底好了 來複習一下 甚至再加個框線 要怎麼做 請各位試一下 把剛剛的 這個標準不標準的部分 再做個延伸 怎麼延伸呢 按下去之後 最好把不標準的部分 改成 他是 過胖還是過瘦 那如果做完之後呢 再加上格式 格式的話 我要 讓那些過胖的 資料 用醒目一點的方式 讓我知道 怎麼做 兩個部分